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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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嗆不辣不上桌 玉琳哥 怎麼樣 你要怎麼委屈 我跟你講 我們的委屈很多 你不覺得很不公平嗎 大多數每一次在講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的故事 大家會說對 那個女的神經病 歇斯底里 瘋婆子 潑膚罵街 每天就罵她老公 把她老公罵得跟龜孫子一樣 哈囉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為什麼要把他們罵得 像龜孫子一樣 為什麼 我也是要問你 為什麼我放假 好好在家裡面坐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不是我們要罵他們 我們也不是瘋子 我們其實在認識你們之前 我們是溫柔婉約的小白兔 後面會變母老虎 是被你們逼出來的 因為他們常常 第一 你們幹嘛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依賴 誰受得了啊 對 對啊 你說是不是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真的覺得這一集 我真是選錯但願 男人欠罵大天 我跟你講 你們好之為之吧 我們今天雙拳難敵四首 對啊 沒有 天生呢 真的是很多男生 我們必須要這樣 有的時候是故意去話 反正我們今天 其實要來被罵就對了 不是 我們不是要罵你 我們要告訴你們 要讓你們理解我們的想法 我們今天這個叫 對 兩性 溝通必須是平等的才溝通 這個只有有 每一次我們要溝通 你們就說我們在罵你 你說我們怎麼辦 對啊 我們就莫名其妙被黑鍋 我們就啞口無言 你想要溝通你的想法 都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默默掉淚 被你們欺負 你就說你看 歇斯底里神經病 你現在哭什麼 太瘋了 莫名其妙 好 其實你們罵你們的 我們也不會怎樣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們今天被訓練的時候 你們在罵我們就當唱歌 你看 他講這種話 就是故意欠罵 好了 我們現在歡迎 我們被男生逼到發瘋的 女來賓們 宇柔 宋哥 他姐姐 我們的情侶黨 大天和劉璞 嗨 倫福第一次來嘛 對 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但是上節目之前 有兩三次的經驗了 對 還習慣嗎 不習慣 害怕 當巨星的女朋友有困擾嗎 沒有困擾 謝謝 還有謝謝 可是有人說我是巨星 沒有困擾 沒有困擾 走在一起會不會怕被人家 吱吱點點 還好耶 我們在路上其實還滿 自在的 現在的藝人都很自在 該擁抱的時候就擁抱 我們完全沒有在管 OK 男生有哪一些行為 真的很欠罵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板子 來 隔背 向外彎 這是誰的故事 這個最受不了 宋哥 你好好講 真的 每一個男人都有這個毛病 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男生你們在婚前 都可以好好比如說 哄你啊 對 我就說這個朋友 我真的很不喜歡 老公就一定會說 對 我也覺得 那你少跟他來往什麼 男生都會站在我們這邊 可是結了婚之後 不知道是 也是卡到耶 因為有一次我過生日 然後去那個 就大家一起唱歌喝酒 然後我那天就跟在場朋友說 我說我今天要活到最後 我不能就是 醉倒的出去這樣子 落花 那大家就在那邊玩玩玩玩 一直在那邊拱喝酒啊什麼的 那我也都一直這樣閃 一直這樣閃 最後就一堆朋友就說 來 我們來玩骰鐘 我說好玩骰鐘 就不知道為什麼 把把輸 一直輸一直輸 輸到後來就斷片了嘛 然後等我再醒來就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生日 我的生日 我只參加那30分鐘 喝醉斷片 你30分鐘就斷片 因為那個它是 它連續的 你知道嗎 你才閃那30分鐘 所以蛋糕沒切到 我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不記得了 搞不好有切了 然後等我醒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我跟你講 一定他們在弄我 我說怎麼可能會把把輸呢 就是他們弄你 對 然後我老公就說 沒有啦 我跟你講 你那一些朋友 雖然我看他們沒幾次 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正直 對 你看 他為什麼要講這種話 對 為什麼 他就說就是 他補你一刀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不對 我就說 那我現在發訊息 問我那一些朋友 我就發群組 我就說 昨天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故意弄我 是不是 結果那一些朋友 他們就在群組裡面講 他們就說 哎呀 開個玩笑 我們就玩骰子中 我們作弊 所以我才把把輸嘛 就是故意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你看他們就弄我 我老公推開手機 他說 不用看 就是因為一定是你太愛喝了 然後你串通你朋友 然後叫你朋友 他們故意弄到你輸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喝 因為你不好意思 在朋友面前在那邊 人來風什麼的 我想說 哈囉 我給你看手機 為什麼你不看 每一次 在這之前 你是不是常常斷片 可是我 他不是有講過故事嗎 他以前一個禮拜一次喝酒 他老公不喜歡 後來他跟他老公講 那我一個月一次 可能要幫我付車子 對啊 那你就是因為有這個前科 那你老公就會覺得 反正你每喝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搞醉 那你們自己出去 有的時候即使 奇怪了 我們喝醉是為了賺錢 你為什麼喝醉是賺錢 我們喝醉是為了 維護我們兄弟之間的這個求量 我們有時候談生意 有時候我們在喝酒的過程中 會Re一些段子 是吧 大家聽你跟玉琳哥喝過酒嗎 還沒有 倒是沒有 是應該說他成績還不夠 對 我還沒有過到那個 還沒有買到會員 他的成績太高 我現在喝酒的那個是 成績是卡古 還都沒有 那因為你在他之上 所以我還要一段時間 對不對 你看才講這件事 他們就可以 你知道一直說他們就是怎麼樣 我喝醉 老公的心態是這樣 因為老公總不能去罵朋友 那外來的人嘛對不對 但是老公會覺得 而且你們都站在我們這 老公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自律 對 那請問為什麼談戀愛的時候 都OK 對啊 然後結婚你們就要這樣講 這種反諷的話 對 結婚的要求就會 結婚就是因為這兩個人要一起 變成一嘛對不對 對 但是我好想揍你 大天 大天你這種話真的很欠揍 變成一 結婚的時候他就忍耐 就是沒結過婚的人 才會講這種話 你到時候變成一給我看看 對啊 看看啊 一起看看好不好 會喔 劉璞會喔 他會一字馬 他真的會喔 來 一字馬 真的 真的 一字馬 你看 我保證你狠啦 OK 真的 你怎麼知道啊 我也不曉得亂講的 我想說一天舞台去的 公伴都會啊 主持人有做功課 就十個舞台去 九個會一字馬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嚇腰嗎 不會 對 來 特殊才藝來 來 下 暖身一下暖身 不要受傷 暖身一下 好 來 慢慢的下腰 來 下腰 大法師 你有辦法下腰走路嗎 開場沒有 倒戲的 對 這也是 對 男生真的是哥哥往外彎 宇柔你是不是 因為像我之前 其實有交過一任男友 他就是自己存到一點小錢 之後就做了小生意 就自己開了一個小的 就是賣一些小東西 然後 一開始我都覺得還滿順遂 然後兩個人就是幫他經營這個東西 但酒樓發現他上面朋友越來越奇怪 因為時不時就會來打電話跟他說 你店裡面賣的東西可不可以就是 無條件的 譬如說贊助我們 用在什麼地方或者是幹嘛 那一開始我就說 無條件贊助朋友 應該要有互惠的方式吧 要不然為什麼要無條件去贊助他 他說朋友不是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嗎 你為什麼這麼小心眼 我說這不是小心眼的問題 因為你做生意你要賺錢 你本來就是這些東西你要顧慮到 你不可能朋友一大堆來 你都贊助吧 那你要賺什麼 然後到後期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物品就算了 開始會借錢 然後我就覺得借錢這件事情不太對 因為他看到你做生意 可能有一點小賺錢 他們就會開始很多問題跑出來 就說我什麼要周轉 我這邊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借不多 可能幾萬塊 最多十萬 就像小錢這樣一直借 我就說你這樣一直借錢 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你要不要跟朋友寫個什麼借據 因為你一萬一萬出去 十次也是十萬 這也是錢 你不能有那種錢出去 就回不來的那種想法 他就說 我的朋友就是會給我錢 他就是會還我 對 他怎麼知道 而且他就說 他們都有跟我講說 他一個月後會還我 或者是這個說他什麼 多久以後會還我 我那時候真的不想跟他吵到 我忍到比方說 今天這個人跟他借5萬對不對 他說一個月後還他 我說一個月後 我說 我真的等到一個月後問他 他說我跟你講 我現在打電話給他錢 馬上就會回來 然後他打 他再也找不到朋友了 他當下真的很尷尬 對 然後我就說 你看你身邊的朋友 就是為了這些小東西 一直接近你 然後利用 然後我只提醒你 你怎麼會一直告訴我說 你小心眼 你對朋友斤斤計較 我說那你是不是什麼事都做不成 到最後真的 他那個小工作室 賣東西也就收掉了 就賠光啦 對啊 因為你不賺嘛 來 大天 沒有 有時候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男生之間的互相的相處 盡量就是那種 Beef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 男人啊 男人是群居的都無法獨活 對 那在兄弟朋友之間 對不對 你要跟我借錢 我當然可以不借啊 我也知道你有可能不會還 可是一旦我做出這個動作以後 我們決定要借了 我們就是覺得那就是挺你 對 那如果一開始不借 我們就會說我們不借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對 那 那如果不借 很可能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 就會就到此為止 真的啊 會… 這是一種壓力耶 因為就太傷感了嘛 就是其實因為 提出要借錢的那個人 他已經把他的 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先降低了 然後他已經提出這個要求 那男生如果 拒絕他 那其實就已經 因為女生不太能理解 女生之間很少有借貸關係 比較少聽到女生說 你擋我10萬 我能不能借你20萬 這種事很少在女生發生 可是男生這是很普遍的事情 很普遍 10次裡面遇到一兩次 他就不緩 那就算了吧 這是人生 認親一個朋友 你們也不會去跟他要 這個 我們就會認親一個朋友 就Cela V Cela V 這就是人生 對啊 這就是人生 這就是人生 就是你就遇到了一個這樣子的人 大根如果要跟你借50萬 劉浦你會勸阻嗎 跟他 跟大天借 你會勸阻大天說不要嗎 他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好 那20萬 謝謝你 我謝謝你 20萬 不行 我覺得他有點 太容易心軟 那你是不信任大根嗎 他也答應一個月後要還 那可以啦 那可以 他答應你 他口頭講而已 反正 不是我的錢 真的可以 比 對啊 但是如果結婚就不一樣了 結婚不一樣了嗎 結婚你的錢 就要歸他管 就要一起歸他管是不是 會啦 那可能就要了解 像玉琳哥他的錢都是歸牙牙管 他每個月身上只有五千塊現金 不是 我不愛借人家錢 我結婚有這個好處 因為錢我老婆在管 那朋友打來 他說 先給你調個50萬 OK的 兄弟情 然後還要唱有沒有 情和義之前景什麼之類的 唱完以後就說 跟你講 那錢我老婆在管 你可能要跟他 因為我也調不動我自己的錢 然後電話一掛斷 我就跟我老婆說 你跟他說 不 可以有一次 快人讓老婆來當的 快人讓老婆來當的 這樣很好啊 那朋友就帶給我老婆 然後我老婆就會說 我老公 你明明都很了解他 他這個人 他就是對金錢沒有觀念 你以為他很有錢 他 他喔 他 他快完了 他其實說 戶頭裡面已經沒錢了 朋友明明知道他在唬爛 你知道嗎 可是想笑還要忍住 對啊 沒辦法講 好 算了 對啊 所以這個是老婆的好處 對 有什麼事情以後都把它推出來 對 好 下一條 來 第二條 害我措手不及 誰的故事 我的 劉浦 就是你喔 對 因為他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女生放假在家素顏 然後有可能頭好幾天沒洗穿睡衣 就靈子還鬆鬆這樣 就是想要在家裡很舒服的狀態 然後他每次打電話來 都會打視訊電話 然後每次都在我上廁所 或是在床上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說 來 跟Ken哥跟誰誰打招呼這樣 然後我就跟這邊還有岩石 就是一個素顏的狀態 然後他完全沒有在乎我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現在把鏡頭關掉 就好像我很不尊重 對 因為我們交往的一開始 就是很喜歡用視訊電話 所以我們能夠視訊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嘛 那 大家想要看到 可是因為我從出道以來 長相都不是一直我很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從來不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素顏或什麼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會在意啊 對 對 你可以不在意 但是他會在意 對 所以我欠罵 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不是很乖 很好 對 這個 這個 這是真的有時候真的 我自己後來有一次遇到 就是我剛剛起床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工作了 他也是 我也是整個頭這樣亂七八糟 然後他還打電話來視訊 然後說 大天 我男朋友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真的會被 那個感覺是真的還滿差的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在熱戀期 就很想說 今天遇到了 我比方玉琳哥在旁邊 沒有想那麼多 趕快介紹一下認識 然後視訊這樣 打個照片 其實滿好的 剛熱戀會這樣 這也是一種分享的觀念 就是你很喜歡這個女的 然後你很充滿了喜悅 想要把所有的都介紹給她 然後讓朋友感受 分享到你的喜悅 說這是我女朋友很漂亮 對不對 有沒有 來 你跟她說幾句話 對啊 真的是這樣的心情 可是我會想要以一個 就是已經完妝 然後漂亮的 你如果措手不擠的時候 你就隨身口袋都放面膜 你就敷面膜 面膜無法講眉醜吧 敷起來再說 對啊 就敷起來 這怎麼樣 你都是要拿你那個牌子 你說現在嗎 沒有別張可以選 先認錯再說 趕快罵我 好 下一條 來 自以為是愛妝懂 這個真的不行 你知道男生講到開車這件事情 感覺就是他們好會開車 對 你知道嗎 可是很多男生在我面前 其實我真的看他們開車 我是會偷笑的 就是那個技術跟他們的認知 我真的沒有辦法溝通 像男生很常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遇到黃燈 或是即將要紅燈 或是他已經看到紅燈 他不會停 他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不要停下來 他就是要這樣子切 他也要鑽 就是要鑽 但我覺得你要鑽OK 如果這個地方你很熟悉 你鑽得出去 然後不會影響到 我們後面的行程 那都OK 可是每次都會碰到 他就是不熟這個地區 但他看到黃燈也不想等 他就是要鑽 他們到底在急什麼 有一次我就是要工作 我已經在趕通告了 他還是要鑽 我就說 你不要鑽 那個感覺裡面就人潮很多 他說沒事 一開進去 Oh my God 菜市場 出不來 菜市場 打死了 而且菜市場裡面還有什麼 Auto bike跟什麼腳踏車 還是什麼機車互撞這樣 卡在裡面至少四五十分鐘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就硬要過 後來就撞倒了一台那個 豬肉攤 最後的結局就是我買下 所有的豬肉 為什麼要鑽 對啊 到底在急什麼 然後叫你不要鑽 你還說我開車你不要吵 然後好 我工作也遲到了 其實有時候就是希望能夠 趕快把你送到那個目的地 沒有 我跟你講這就叫 這叫自以為是 完完全全就是在講自以為是 愛裝懂 對 愛裝懂 還愛狡辯 可是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你 沒有 沒有為了我 然後比方說 我們出發點是為了你 因為我們就是要幫你 你這個叫害了我 但是我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你知道嗎 我們的工作遲到 可能會被製作單位封殺 我們可能被廠商討厭 我們主持人可能這也不喜歡這個藝人 我們後面就這也沒有通告可以接 我們的生機就會受到影響 就是因為你們愛鑽車 對 就弄巧成拙這樣子 對 為什麼你們會有弄巧成拙這個 我們愛鑽車 奇怪這是為什麼 這我也不知道 天性 對 不斷都會癢 沒有 我們 我們就是看到那個黃燈跟紅燈的變化之間 我們會有一種 我們覺得我們是逢迪索的感覺 我們有一種野性 逢迪索 野性會噴發 覺得我們被黃燈所控制 對 我們被束縛了 摟掉了 對 真的啊 而且有時候 要征服黃燈 在那個時間要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的時候 其實是不應該停下來 應該要趕快過去 對啦 是吧 因為有時候你 然後你突然急停對不對 後面的車就上來了 因為後面的人他會判斷以為你要過 因為後面的人想法跟我們是一樣的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在外對不對 我們講在內 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 其實說真的 不管是男朋友或老公這個角色 家裡其實很多東西的細節 你們是不懂的 你也不知道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 他為什麼存在 他是怎麼來的 過程是什麼 你們都不知道 他的特性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但是男生在家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一個想要當一家之主的感覺 你知道嗎 在做任何事情的決定的時候 他們就是 我來 我可以 他就是要先展現出這種風範 好 有一次我們家有個櫃子要移動 我就說 先不要動 等我東西忙完之後 我們一起來搬這個櫃子 他說 為什麼要一起搬 浪費時間 他說我自己就可以搬 我說不是不是 因為那個櫃子是我一個人組裝的 邊邊裡面都固定好之後 他是把上下蓋起來 所以如果你在搬他的時候 你不是從底座這樣搬的話 你從上面一搬 他那個櫃子會整個散掉 那個時候才很情急 我沒辦法跟他解釋那麼多 我就說 你就等我兩分鐘 我們一起來搬 然後我頭才一轉 也要去忙我的事情 我這樣 鑽… 這會真的會抓狂耶 我想說好了 心裡那個預感就是不瞄 那個櫃子應該閃了對不對 再往遠 那個眼光再放遠看一下 我完全沒看到櫃子 我只看到一個人很傻 你知道嗎 他就扶那個牆壁 然後就… 就這樣 腳痛 腳砸到了 怎麼了 因為那個櫃子閃掉就對了 那兩片門砸下來 直接砍 撞到他腳趾頭 然後沒辦法講話 黑掉 黑掉這樣 那很可憐 那妳第一時間是撿妳的東西 還是去安慰他 我沒有安慰他 對啊 這我幹嘛安慰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男生說不會 其實真的不丟臉 你知道我老公也是 我們在西雅圖的時候 因為美國裝窗簾那些人工很貴 那你知道西雅圖房子很多 窗戶十幾二十三 裝起來可能要兩三千塊美金 我就一直跟他說 你不要裝 因為窗簾那個百頁窗 有裡面 外面 正面 反面 我說你不要裝 我們花錢去叫人家來裝 我告訴你 我就出去超市買個菜 回來看到他把窗簾裝好 然後還有一副那種很屌的 那很好啊 對 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全部裝好了 你看我很厲害嗎 只要小孩有那種 然後我老公就會趁 在睡覺的話就會 起來 起來 快 把奶逃出來 對 把奶逃出來 你在乳牛啊 我待到第二天 你知道我一邊哭一邊哭 然後老公說 你是當我 把廢案是什麼 我那個月是我抗體 最好的時候 而且母奶真好 你看八年前的往事 我這八年來沒有感冒 你的意思是說 對 母奶最好 你的意思是你喝母奶 是它塞住的 堵住的時候 是啊 我硬吸 對啊 你們沒有吸過 你不曉得 那個人要多費力啊 十一點熱炒店 那個百葉窗 有裡面 外面 正面 反面 我說你不要裝 我們花錢去叫人家來裝 我告訴你 我就出去超市買個菜 回來看到他把窗簾裝好 然後還有一副那種很屌 那很好啊 對 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全部裝好了 你看我很厲害吧 我告訴人家窗簾 根本沒辦法轉 因為他把外面那一層 轉到裡面那一層 它Inside out 裝窗簾是不是 家裡買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是不是蓋子掀開 你也不要講到翹腳嗎 對啊 我害羞啊 發生什麼事 新的掃地機器人來 然後掃地機器人是不是一台 然後被蓋翻開之後 裡面會有個透明的集成盒 然後那時候因為都還不懂 沒有買過掃地機器人 我說要不要看一下說明書 看說明書 機器就這樣一台 也沒有什麼靈性要裝 就看什麼說明書 機器人就機器人 然後因為我們買的是 那個濕托樑用掃地機器人 他直接集成盒給我裝水 集成盒給我裝水 集成盒直接水給我灌滿滿 他說等一下他會拖地了 感覺有點合理 對 等一下他會拖地了 我們來等他拖地了 整台不會走 就壞掉了 因為他一次都沒用過 你看 就是會搞一些事情出來 為什麼不看說明書 你知道嗎 就跟我們 是有閱讀障礙吧 又跟你們的天性有關 堅持要跟導航對抗一樣 對 一定要跟導航對抗 堅持不要走 看說明書窩囊掉了 對 導航倒塌的 我們開我們的 對 憑我們的數理的邏輯 我們自動能夠解讀 這個機械的使用方式 看就很簡單 剛剛哈姐說 就是我們如果說 我們不知道跟不會 什麼面子相關的問題 其實是會的 你們真的會覺得丟臉 會啊 怎麼不會 那就學啊 我們也不是生出來就會 我們也學啊 你說明書教練那位 所以你看 他學啊 他自己裝完 不會轉而已啊 所以他學啊 這個過程是學啊 他如果說我不知道 他都不做 都不做也不對 一次一次兩次三 我們也要罵他 對 那你要我們怎麼樣 我們做也不對 我們就是要你們疼愛我們 對啊 本來就是啊 我跟你講 中規中矩照 最後我們只需要你們疼愛我們 對 沒錯 可是他們都聽不懂 對 真的很奇怪 對啊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嗎 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你怎麼不認同 夫男夫女 因為我 你是主持人 我過年連續了一趟泰國 我變陰陽人了 下一個 只管自己死活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一定是發生在結婚很久以後 對 女生是不是有時候 比方說 我說啊 好啊 好啊 你走啊 你走啊 其實是不想你走 你要他走 當然是講反話 你們到現在還聽不懂 我們是講反話嗎 我們知道你們是反話 但是 我老公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前一陣子 真的前一陣子我開刀 然後我是因為開那個子宮肌瘤 然後我是真的 因為我肌瘤太大顆太多 所以我是開剖腹 就是跟生小孩一樣剖腹產 那你知道開刀完第一天 通常是最需要人家照顧 因為我麻醉還沒完全退 然後呢 我老公就說好 那那天他在醫院陪我睡覺 結果到了醫院以後 可以看我嫌什麼 床太硬 不好睡 然後什麼 醫院消毒水 味道太重 然後醫生叫我們戴口罩 就毛病很多 反正很多 你知道我那時候覺得好煩 他就在旁邊一直給我唸 我就覺得好煩 我就說 好了 你不是來度假的 OK 你是來陪病的 對 然後他就說 那我這樣自己都睡不好 我怎麼照顧你啊 我就說OK fine 那你就回家 你就給我滾回家 我說我今天就自己找看護 我花錢 對 你知道他真的東西 他就說 所以說 他等到了 他對 他就這樣看著我 而且沒有回話 他就這樣 喔 OK 然後就開始收他的包包 你知道我在傻眼 因為 我跟你講男生這招很聰明 因為你氣 他先把你氣到 你脫口而出 是你叫我走的 然後他就會說 是你叫我滾的 我沒有要走 我只是說自己床太醫 是你叫我走 然後你又變了 你又變了瘋婆子了 對 你知道我真的好氣喔 然後當場我真的整個 用盡我全身麻醉 沒有退的力氣 我就跟他說 你有多遠滾多遠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那你明天早上要吃早餐嗎 然後我就說 不用了 我氣都氣飽了 結果剛好有一個比較 年長的那種護理師來 然後他就大概在外面 聽到我們的對話 他就看我老公真的拿包包喔 他就這樣跟他講說 我覺得 你今天還是不要回家比較好 他說否則你今天回了家 我怕你之後再也沒有家可以回了 他就這樣講 我老公才說 這樣子喔 你知道他真的當時 要不是因為那個護士阻止他 他一定會走 我告訴你還有 我確診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確診因為我要關在房間裡面嘛 對不對 那我就拜託他 可能幫我拿三餐 我們叫Uber E 然後他幫我從客廳送到房間 結果呢 警衛有一天 他就打手機給我說 海小姐 那個 你老公不是在家嗎 可是我叫他下來拿那個吃的 但他 我怎麼按電鈴 你們家都沒有人接 結果我老公在幹嘛你知道嗎 他把自己也關在房間 因為他怕被我傳染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在哪裡啊 他說我在房間裡啊 然後我就說 那誰幫我拿吃的 他說 叫你自己去拿 可是你確診了 那你下去不是 因為他怕我傳染他 因為他說他過一個禮拜 對 他說他過一個禮拜 對 要飛 他有很重要的會議 所以絕對不能確診 那不是 對 是啊 可是這個是一種 不不 萬一他確診了 他那個會怎麼 那不對 可是我們會覺得 你這樣子很自私啊 對啊 而且他都關在裡面嘛 那那個會怎麼辦 那個會怎麼辦 那個會怎麼辦 那個重要的會怎麼辦 不是 我本來就關在房間了 對啊 他已經自己在房間了 他 我告訴你 我老公還拿毛巾把門縫塞起來 我沒有跟你誇張 因為他說 那是在防火災的做法 他真的用毛巾把我堵起來 我都不知道 你是農煙喔 結果是因為 我要從房間塞東西出去 我想要怎麼堵住了 你知道嗎 結果我一戳 我才發現是毛巾 我說為什麼用毛巾把我堵住 他說 因為我怕病毒空氣傳染 從門縫出來 有可能 假的這種話你會不會覺得 很奇怪 他講的都很 真的有道理 但是聽起來就是會不開心 會舒服 你講的都是對的 但你有沒有覺得 你這樣讓女生覺得 你們很自私 自私 為什麼男生這麼自私 為什麼那麼自私 我是不會 不會嗎 我也不會 我老婆服服貼貼 而且你知道重點是 他講的話 我老婆生小的時候 我沒有一刻離開過 一直陪到月子中心 那是應該的吧 我退掉所有工作 我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不要了 賺多少錢 我說我一個月賺多少錢 然後我都不要了無所謂的 我就四斤潛威浮雲嘛 老婆跟小孩最重要嘛 對啊 你自己陪產 就陪啊 當然不然誰陪 他離近產房 當然啊 我當然近啊 然後你出來 那你有減期待 當然啊 然後出來然後你照顧他 晚上他的傷口什麼痛什麼的 那這不是應該的嗎 對啊 我沒辦法想像 真的啊 我要問芽芽 所以我小孩出生 那個影片就是我拍的啊 然後我在那邊拍 然後那個護理那邊很有經驗說 那個時鐘時鐘 好好好 然後那護士又在拍小孩屁股 我說來…這裡… 所以那個紀錄影片是我拍下來 月子中心你住了30天啊 30天足足 我吃了 你自己也住了30天 一定要得啊 雙人床我就睡我老婆旁邊啊 真的啊 你沒有出去開會 我就把工作都排掉啦 真的假的 我不相信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媒體就報導過了 那個媒體 還堵在月子中心的一樓那邊 看我會不會說去做不軌的事情 因為媒體就唯恐天下不亂 他們最大的張力是什麼 你老婆坐月子喔 他怎麼下樓 看他去哪裡 他竟然去酒店 這個才會是大新聞嘛 結果媒體熟了 幾天算算了 因為他知道沒有局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人我就是乖乖的 乖了30天 真的假的 你這麼乖 可是玉瑩哥 你會不會其實在月子中心泡澡啊 然後吃餐的都是你 然後芽芽在幫你端茶地水 沒有 假的餵母奶 永遠就是他吃剩的我吃 然後難免會藏奶 我那個月 我那個月是我抗體最好的時候 而且母奶真好 你看八年前的往事 我這八年來沒有感冒 你的意思是說 母奶最好 你的意思是你喝母奶 是他塞住的 堵住的 是啊 我硬吸 對啊 你們沒有吸過 你不曉得 那個要多費力啊 男生是有的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好像 對啊 是我們想很多 我們認為你們應該也想同樣的多 但你們就想了一半 直腦筋 對 為什麼你們腦子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都抱怨 尤其是女生生病的時候 都說男人沒神經出線條 不貼心 對 確實 因為我們就明明知道 90%的病 喝熱開水就會好 就會好 對 胖痛 那你說你頭痛肚子痛 我能怎麼辦 我們只好跟你說 去喝一杯熱開水 對 我們要聽的不是喝一杯熱開水 只是一點點貼心的話 對啊 真的 好 來 下一條 幼稚無腦 逞胸鬥狠 對 這個就跟 開車一樣 像我老公有一次載我跟小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很愛就是B車 明明前面已經慢慢停了 你為什麼不能有一個距離 都要弄到那種好近好近 但是還沒有貼上去的那一種 我一路上已經跟我老公說 慢一點慢一點 不要離那麼近 等一下如果人家突然煞車 那個撞上去很麻煩 然後老公就一直在那邊 我在開車你不要吵 對 碎唸 對 開開開開 前面那一台車一下停一下開 那前面已經紅燈了 那前面的車當然就是要慢慢停 對 我老公又急 他就說 這個人開車這樣不行 停在他後面 人就下車了 他從B1 繞到B2 繞到B3 我幹嘛 他從後照鏡看到你是誰運靈 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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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的 在那一個時刻我放棄一切了 就你一個人嗎 芽芽 芽芽在旁邊 我放棄一切 好 榮華富貴 對 前面已經紅燈了 那前面的車當然就是要慢慢停 對 我老公又急 他就說 這個人開車這樣不行 停在他後面 人就下車了 去前面再給他叩叩叩叩叩 那人家那個是阿迪亞 然後阿迪亞就開始在那邊 講一些什麼 少年啊 對 你是要怎麼樣 你XXX 你XXX 對 一聽到 對 我老公就整個暴躁 老公說不然你是怎樣 他們會鬼打講這一句話 你一直在那邊嗆來嗆去 最後阿迪亞開車 一陣這樣就 掀完我老公身上飛梯 然後又這樣坐來坐去 我老公就跟他扭打成一塊 然後我在車上我想說 好幼稚 能不能透露一下 你老公幾歲 快45 45歲的成年人跟阿迪亞在那邊扭打 很無聊 然後我後來想說 不行這樣打下去很難看 你也人高馬大 你喊超嘉賀 你會說 我就要下車 我想說 你沒有加入戰權 還要下車去加入戰權 我要加入了 你應該站起來比阿迪還高吧 還高啊 當然啊 一下去 你不把他扭掉 還是這樣 把他的頭推在那裡 然後他就 我那時候還想說 好 那個前面副駕駛有人 要不然就我下去 你們兩個在那邊打 我就要去跟那個副駕駛講說 你不下來 但是至少勸一下 勸阻 結果一去 我一拉開那個副駕駛說 是一個孕婦 唉唷 我整個 整個 整個氣炸了 我就拉著 我老公 又拉著那一個男的弄 就是把他們戳開這樣子 然後 我說你們到底後面的車 已經停了十幾二十台了 到底有沒有要開車 不要那麼幼子 而且你老婆還懷孕 我車上又兩個小孩 我說你們到底是有完沒完 那你們剛好扯平 好扯平 對啊 就你們是不是不能好好開 是不是很愛在那邊 那他你罵了以後 他們有沒有說 還是一樣在那邊 就一定要這樣嗆完 他們才甘願上車 你有一次不是也發瘋 在一個停車場那個人 你是家樂福還是什麼 我去那個 怒暗 南港高鐵站 的地下停車場 那邊 一 二 三 有三條 其實 我以前很熟 但是就半年 因為疫情也沒有機會坐高鐵 所以我要開下去 我稍微猶豫一下 因為我在想是左邊中間還是 因為最旁邊那個會上立體的 所以我在這邊猶豫 我必須講 就是一秒鐘而已 只有一秒鐘 你確定嗎 是不是你以為一秒 在騎士士了幾分鐘 又不是在天堂 如果 一天等於一年 就是一秒鐘 我稍微停頓一下 因為我在確認 是不是中間這一條 然後後面那個人就 啪 我那個啪很急促 好 我跟你講 我的人 我的個性 我就壓下來 然後就必須要開下去 對 我就開下去 然後我就一直看後視鏡 那個人也是尾隨我 然後下去以後 當然路就比較寬了 我就故意停旁邊 讓他越過我 變成開在我前面 好啦 你看在我前面對不對 換我在後面對不對 啪 好刺 他從B1 繞到B2 繞到B3 我就啪 他從後照鏡看到 到底是誰運靈 無所謂的 無所謂 沒關係的 在那一個時刻 我放棄一切了 就你一個人嗎 芽芽 芽芽在旁邊 沒有 就我一個人而已 好容易放棄一切 那一期 我放棄一切 好龍華富貴 對啊 我只為了泄憤 對 太氣人了 真有公平 國華富貴從你嘴巴裡說出來 真的很有差異 真一個公平正義 真一個公平正義 對啊 你拔我 我拔回去 真奇怪 我停一秒不行 你在急什麼 對啊 你就拔他拔三層 對 拔他三層皮 你拔到他繞出去 他不想哭 對 沒錯 就B1 B2 B3 他又不敢下車 他從B3又繞到出口 然後就在我面前 變成一個小黑點 就不見了 他也不敢下車 你拔到笑 把他發走 因為你拔到笑 所以 不用怕那個 不用怕很兇 因為兇的人怕笑 對 真的 他更瘋 你就是說你兇 我就發瘋給你看 他不要最大 我都不要榮華富貴了 所以這時候我最大 不要最大 好 下一條 不知輕重緩急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很突發的事件 就是急性肠胃炎 很痛苦 很痛苦 因為你不只是你知道 下半身已經沒有感覺了 你的那個食道 我覺得都要已經 你知道 灼傷了 這麼不舒服 而且我是一個很能忍的人 我是能不看醫生 我就不看醫生 所以你看我常去醫院 代表我真的都忍不了 都是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我就真的說 受不了 這個狀態我已經 吃也吃不了 然後完全沒有力修虛脫 我說我們可能要去一下急診 他就也很好心 開車帶我去急診 那請問去急診的SOP是什麼 是什麼 開到急診室門口嗎 對啊 讓你先下車 醫護人員推病床或輪椅來上去 然後就進去開始報到 做檢查 這是這個流程 他的流程不是 很奇怪 他的流程是 車開到急診室的那個路口之後 路過 我說你要去哪裡 他要先找到車位 他才要讓你去急診 所以你人還在車內 我還在車上 為什麼他不能讓你先下車 他在路過急診的時候 我並沒有下車 我是眼睛在看急診室三個字 然後我就跟他車一起走掉 然後他又沒有醫院的停車場 他是要路邊找停車位的那一種 你知道等到他找到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能讓我先下 他說不行不行 那樣子如果我擋在急診室門口 帶你下去的話 我會擋到後面的車子 這樣不行不方便 我一定要找到車子 你才能下車 等到他找到 我要下車的時候 我已經整個人是脫離了 脫離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走 我是叫他去急診室推輪椅過來 把我推進急診室 我沒有辦法走路了 那不是多此一舉嗎 他就把你在門口放下就好啦 而且有醫護人員 我醒來就是我好了以後 就是我很認真跟他討論這個問題 我說你是不知道急診室 到門口的時候 會有醫護人員來帶我嗎 你覺得你有需要離開這台車子嗎 他說我就不知道啊 我想說一定要先找到車位 她態度還這麼清楚 你一找到車位的時候 我都已經死了 對啊 這個重點是男人對車子很奇怪 車子比命還重要 對 這到底是為什麼 奇怪 老婆可以痛死 但是車子不能沒有車位 不能被拖掉喔 對啊 劉浦你有同樣的感受嗎 對 因為就是有時候作秀完 一整天很累 然後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然後有一次他來接我下班 我就已經餓到 就又餓又累 已經餓到快要死掉了 然後他就是堅持要在台北市一直繞 要找那個免費的停車位 然後已經路過了很多個收費停車場 我就說那就停這邊好不好 我真的快餓死 隨便吃什麼都可以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免費 那你們也知道就是 台北市的免費停車位真的是 有時候要碰運氣 對啊 因為有些停車的那些停車場的費用 真的是太驚人了 一小時八十一百的 對 什麼半小時 什麼小時 越來越貴 那種我想說 所以有時候看到路邊 真的有停車格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命運不錯 命帶停車格這種 那幹嘛不多繞一下 省一點點錢嗎 可是你都繞30分鐘了 對 繞太久了 也是性智都沒了 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覺得女人 好像很喜歡罵男人 但是其實女人如果還在意你 她才會罵你 所以 她如果有一天 她真的冷眼看你 不罵你 那你才要怕 沒錯 新冷冷 邵哥是不是 差一點 你罵累了 不罵就出事了 難纏 差一點就難纏 怎麼會 這麼嚴重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第一胎的時候 然後某一天晚上 我記得清晨四點 我起來上洗手間 上來洗手間之後 廁所出來有腳踏點嗎 我就站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奇怪已經尿完了 為什麼 一直有水 就是從跨水 一直落下 一直落下 然後我就叫我老公的名字 一直睡 他都聽不到 最後我是用尖叫叫他名字 他起來說 怎麼了 怎麼了 然後我說 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說為什麼 然後老公衝過來 他不是說先去看醫生什麼 那時候都已經就是 隨時準備要生了 他先摸那些水 然後聞 那也貼心了 再衝過來 聞著 他說 他中醫 沒味道 沒味道 這不是尿 這不是尿 那應該沒事 你要不要喝熱看水 因為又是熱看水 那我老公一直講說 就沒事沒事 你去睡一下 那我想說不對 越躺越不對 對 肚子會緊 會收縮 對 然後那個水 就一直在流 然後到早上六點 我想說不對 他等到早上六點 從四點到六點 養水沒有了 小孩就要趕快出來了 因為他會缺氧 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 然後到早上六點 我想說不對 他等到早上六點 從四點到六點 養水沒有了 小孩就要趕快出來了 因為他會缺氧 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答給我媽 感染了 我就說 我說媽咪 那個我一直在流水 然後我媽就說 你們兩個在幹嘛 還不趕快去醫院 小孩要生了 然後去到醫院 結果護士就說 你們真的夫妻倆很誇張 那小孩 他裡面完全是沒有水的狀態 因為他會感染 然後會危險 對 他說你們再慢一點來 他說你這個小孩不保證 說你很有可能 大人也會出事情 是啊 可是我老公 我就是事前跟你講 你都不參加 那你當然就不知道 我自己在疑惑的時候 因為我會慌 那你也不懂得安撫 然後好啦 小孩出來之後 至少應該Google上網查吧 對 就沒有 然後你講完 你在那邊呼呼大睡 就是自以為是 對 然後小孩出生了 不是現在什麼母嬰同事嗎 然後小孩推進來 你生完小孩很累 很累 只要小孩有那種 然後我老公就會趁 在睡覺的話就會 起來起來 快把奶掏出來 對 把奶掏出來 你當乳牛啊 你知道 我待到第二天 你知道我一邊哭一邊 跟我老公說 你是當我 法費還是什麼 這是乳牛啊 怎麼會小孩一哭鬧 從早上中午清晨 他就是把你拍起來 這樣掏奶 當然我們理解男生 因為他們無力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我們可以 我們就掏出來 對 他們在乎孩子 他們唯一的想法就是 餓了 小孩餓了 你快點來處理 他不會 我們理解 但是還是滿討厭的 很討厭 這種舉動真的 我跟你講我覺得 女人念久了 真的實在是 不想念真的就是心死 因為我覺得 心 我跟你講 女人心死很可怕 沒錯 你知道像 比方說我老公 他很喜歡小酌 當小酌完之後 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一直跟他講說 喝到一定的量就好 因為有時候 我們真的也理解說 我們自己喜歡小酌 你有時候喝 超過一個量的時候 你自己會過high 無法收拾 對 你會真的無法收拾 可是我覺得 女生 OK 那只要安全的情況下 我覺得OK 可是男生 尤其是你如果有這麼多應酬的場合 然後你面對的都是一些 有身分地位或有頭有臉的人 你怎麼可以讓你自己喝成這樣 不能失態 對 所以我就跟 這十幾年來 我一路跟他說 不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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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聽 他是每一次都要喝到過頭嗎 每一次要喝到拖回家 但是他只要喝過頭都很難看 然後我老公他喝多他是這樣的 他是會 那個叫什麼 就是他講話會不分輕重 對 然後比方說 大小聲 對 大舌頭都來了 對 然後有一次 我們就是一整桌十幾個人在吃飯 十幾個人裡面 我跟我老公的輩分是最小的 你知道當天是有那種什麼 建商大老闆 前輩 對 真的都是大哥級 大姐級 然後前輩 然後就是我們看到真的 就立正敬禮的那種 他喝多了 然後其實他 我就自己知道 他大概已經差不多了 我就要拉他走 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說不能丟人現眼 結果他不走 他只要說 你幹嘛一直叫我回家啊 我現在太多 講出來啊 講出來 對啊 你別一直叫我回家 你沒看到那個黃大哥 現在跟我喝得正高興嗎 黃大哥你說對不對 我們再來喝這樣 那人家會說不對嗎 他這樣吹酒勸酒 對 然後他就自己走過去囉 他那天其實有一個是那種 比較類似大概是那種 黑道大哥的 他直接走過去 一把把人家勾脖子 這樣勾過來 你知道嗎 然後這樣子說 欸 隨便講 欸 堅哥 再喝再喝 堅哥你這樣不行 然後你怎麼喝那麼少 這樣子 天啊 我跟你講 丟死人 然後呢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只能抓人 因為我覺得 我當時是這樣 我當時在用手機錄 錄他所有的舉動 因為我想等他隔天醒來 給他看 你有多難看 喝醉的人第二天 經不起這種考驗 對 看到自己你會 你會很想死 對 你會很想死 對 然後你知道他甚至 有一次我真的更昏倒的是 他甚至在人家太太 在這場 他竟然說 某某大哥 你上次戴的是他嗎 不是 戴的是 戴的 戴的 對 我真的 喝得再醉都不能講這個話 沒錯 你知道我這次當場 我有多想飛踢他 你知道嗎 好 到了隔天起來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一個一個 跟我用LINE寫去道歉 OK 就跟他們講說 對不起 我昨天真的喝多了 有點失態這樣子 然後呢 他還說 真的有嗎 我就放給他看 看了之後 他真的就一個一個去道歉 但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以後這種場合 你在我喝多之前 嗨了之前就要叫我走 奇怪 你有叫他走 他不肯走啊 哈囉 對 我叫你走了一百次 結果一直到 真的他傳LINE 其中一個 輩分比較高的大哥 其實他真的對我們很好 他才用LINE回我老公說 以後不要再喝這麼多了 真的不好看 我就寫了這幾個字 老師真的有跟他講實話 對 然後呢 從此 從那一次之後 我老公再也沒有這樣過 所以我就覺得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在外面 這樣丟人現眼了 對 吃了這種虧 然後人家來講你 而且老婆講了 十幾二十年不聽 別人講就可以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不懂 他就自己人 講的話都不會聽 我好奇怪 我真的會這樣 我們就改變了 對 為什麼 林佛他是不是也這樣子 對啊 為什麼自己人講都不夠 我也不知道啊 是反骨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他怎麼樣 他就是 他們就是看不起我們 就我們講話 他就覺得說 你們這個落錯了 對 你不懂的 沒錯 你不懂男人現在打鼻 他們就是看不起我們 對 他們覺得說我們講話是耳邊瘋 不想聽 每次都講一樣的 煩死了 別人講話你們才聽 你老婆的話都是說 我是你老婆 我會害你嗎 都這樣 就像以前他們的媽媽講 我是你媽會害你嗎 他們也不聽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一招 對啊 我們就讓他們 你這個很好 就讓他死給 我就讓死給你看 對 真的 我就錄起來 然後給你看 然後真的當天要回家 他在廁所吐 吐完以後睡一個晚上 我也不理他 真的啊 就隔天早上讓他起來 看看他自己什麼樣子 只能這樣啊 太難看了 對啊 要他學到一次 沒有辦法 老婆的話奇怪 就是 不太會聽很奇怪 為什麼 我在這邊穿衣服 老婆說 你真的要穿這一件嗎 你不覺得很緊嗎 太緊了吧 你那個身材 整個像灌壞的糯米腸 我說不會 哪會緊 然後我就不管 那我就出門 然後在樓下遇到警衛 陳先生你那衣服好緊哦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沒有上去 老婆說 對啊 為什麼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出去外面 他們臉皮就很薄 為什麼 你們出去外面 你們臉皮就很薄 真的 我們女生真的不是沒事 就愛亂發脾氣亂罵人 男生不要做一些討罵的行為 而且我們還願意罵你 那表示我們還愛你 有一天不罵你了 你才知道 對 好啦 那也希望這一集 能夠讓1 2 3 你們不跟女生開心 因為罵完以後 人性情會好一點 終於找到出口了 希望我們都不要當欠罵的男人 要當讓女生開心的男人 OK 歡迎我 OK OK 放棄融化復歸 對 放棄融化復歸 Happy LINE 謝謝 謝謝